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 艺人网络影响力月榜20206,罗云熙登顶时至名归,顶龙王纷纷上网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 2020年6月德塔文艺人网络影响力榜单新鲜出炉 本月照上月变化依然不大,热播剧主演和顶流明星 这两大阵营军榜上有名,罗云熙既是顶流身份,又有热播剧在手 登顶毫不意外,二到十位的分别是肖战、赵洛斯、丁宇熙、迪丽热巴、赵丽颖、杨幂、杨子、王一博、陈玉琪 从本月的周榜来看,走势基本和月榜相同 热播剧主角罗云熙、陈玉琪、赵洛斯、丁宇熙、迪丽热巴都有比较好的名字顶流方面 焦战、王一博、赵丽颖、杨子、杨幂也都长期稳定在榜单中 可谓是真顶流,可以说本月以及本月中的周榜,十分具有代表性 本月月上众火热播,在这部考验罗云熙人气和地位的剧中 她表现得没有令人失望,虽然被吐槽有点像瑞玉2.0 但是其他方面都堪称优秀,女主陈玉琪第十,是唐烟旗下的90后小花 她的古装扮相一向精美,这次也不例外 不过有网友表示,陈玉琪接的古装剧太多了 有些重复,希望她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 月上众火可以说是整个六月相当有热度的一部电视剧 虽然槽点也不少,但是话题性十足,令两位主演在榜单上获得了好成绩 传闻中的陈千千,虽然是五月中旬开播的,起初不太起眼 但是后期这部小破剧,却迎来了大春天 直到六月起,才开始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 这部剧脑洞其大,反应的问题也比较深刻 当然两位青年演员丁雨琪第四,赵旺斯第三的表现也都不错 尤其是丁雨琪,上升是头很猛,在周榜中还曾登过顶 该剧豆瓣7.5分,是一路上杨德莱,十分不易 迪丽热8第五主演的爱情高级定制 和传闻中的陈千千前后脚上映 也同样在本月迎来的大结局 不过希望越大,失望迎越大 这部剧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豆瓣评分也崩到5.5分的不及格分数 有将近两成的网友,给出了一星差评 该剧的主要问题在于剧情老套,行业悬浮,节奏缓慢 主角没有CP感等方面 当然热8本身热度还是很高的 如果这部剧能被利点,相信排名还会更高 说回顶流,85花中的佼佼者话题女王杨幂 拼命三娘赵丽颖,以及和迪丽热8同岁 92年出生的梁子 可以说是代表了顶流的第一集团 这四位几乎是榜单中的常客 男顶流方面王一博依然勤奋 肖战则还是没能完全从227事件中脱离 在6月的倒数第二天 青年电影手册将金造就讲翻给肖战 以批评他在朱仙一中的表现 这一事件再度撩拨起各方敏感的神经 其中熟对熟错不予置评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肖战的付出之路依然有鼓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路